中共威胁欧盟向西方宣战,华为切密为制造机关武器,拼了中共管控互联网模式蔓延世界,美国要求欧洲盟友放弃使用华为的5G通讯网络及产品中共威胁,将对欧盟进行报复。 此前中共恐吓加拿大未遂,正是向西方宣战美国学者分析,中共不会希望失去出口到欧洲市场,只是一张嘴滑为偷盗美国公司钻石玻璃技术。 钻石涂层可用于制造机关武器,引发FBI,搜查另外中共网络间谍活动增加。 中共骇客入侵挪威软件公司,一份最新报告,对中共管控互联网的模式发出警告,一小部分带数量却不断增多的国家,正追随中共美国中共问题专家分析。 最大的不安全感,正来自中共政选美持续施压华为、中兴,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透露。 他们向欧盟阐述华府,对使用华为产品,可能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忧虑,要求欧洲盟友放弃使用华为的5G通讯网络及产品。 他指欧洲已将情况视为首要考虑及处理的问题,欧洲,是华为其中一个最大的出口市场。 华府会继续透过外交渠道,向欧洲国家施压美国国务院官员,在布鲁塞尔对媒体表示,欲请各国不要急于与来自中国等国不可信的供应商签订合约。 他警告和华为或中兴通讯,这类不可信的供应商合作,未来在国家安全会有各种的后遗症。 这可能对知识产权保护,私隐于人权。 不利中共称将报复。 学者只是一张嘴曾倩红旗下南华早报6日说中共暗示,若欧盟对华为实行统一禁令中共将进行报复,包括取消与欧洲未来的合作等。 自由亚洲电台6日称美国圣汤姆斯大学国际研究中心的叶耀元教授指出, 中共的外交政策大部分时间只是在于一张嘴。 中国是一个很依赖出口来,支撑自己经济的一个国家。 它不会因为和欧洲的关系下降,而不把东西出口到欧洲这样做后。 受损最大的是中国自己。 华为偷盗美国技术,可用于制造激光武器,美国两党多位参议员,5日,也联手提出一项法案。 若中兴通讯,若未能遵守美国法律,以及和特朗普政府的协议,将重新予以制裁。 台湾联合报7日报道,引述彭博商业周刊,去年华为圣地牙哥实验室,取得美国米拉及钻石玻璃样本后,却未预约在两个月内,准时返还样本。 直到五个月后,才剂还玻璃,且已有刮痕,并列为两块,几块碎片消失。 由于钻石涂层,可能用于制造激光武器,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经通知并调查后认为, 华为利用10万瓦激光,爆破钻石玻璃样本,且华为代表私下承认,将案本寄到中国。 违反合约及美国国际武器贸易条例相关人士透露,FBI已于1月底,突击搜索华为的圣地牙哥实验室。 中共加强网络战路透社星期三六日报道中共国家安全部, 指派骇客入侵挪威软体公司Visma的网络企图窃取客户机密报道说, 这次的事件属中共国安部开展的全球骇客行动云端跳跃Cloud Helper的一部分该行动旨在攻击技术服务供应商网络窃取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报告, 警惕中共网络管控模式,威胁全球自由另外。 一份最新报告,对中共管控互联网的模式,发出警告报告认为, 中共的互联网管控模式,有在发展中国家蔓延的趋势,从而对全球的信息自由构成威胁。 据美国之音的报道这份,由华盛顿智库全球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指出, 在科技巨头谷歌和脸书的推动下,互联网在第三世界得到了快速普及。 在这一背景下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在探索如何建立新的监管机制。 从而更好的管理互联网,这给了中共向第三世界,推广其互联网监管模式的机会。 报告的作者之一,全球发展研究中心政策研究员迈克尔皮萨迈克尔皮萨, 表示他们看到一小部分,但数量却不断增多的国家,正追随中共。 转向更具压迫性的互联网管控体制皮萨说中共的互联网监管机制, 是中共使用数字技术,进行新闻审查和信息监控的微权统治模式的一部分。 如果中共管控互联网的模式,被输出到更多国家, 这会对全球信息自由构成威胁陈奎德最大的不。 安全感来自中共据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科词, 1月29日,在国会听证会上,再次点名中国。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以戏虐的口吻回应称, 不知道美国强烈的不安全感从何而来。 网刊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表示, 中共的外交部发言人, 好像很得意说不知道美国强烈的不安全感从何而来。 感觉像是美国比较弱有不安全感, 但中共则是咄咄逼人, 已在全世界占了上风。 但这完全是网顾事实, 哪怕是这次谈判, 也不可能改变中共屏蔽外国网站。 设立防火长城的做法, 其实美国已经将这种做法, 定义为非关税贸易壁垒。 这是必须要谈的它, 也不敢打开自己的金融市场, 比如人民币的自由兑换。 比如外国银行, 信用卡公司的进入等等中国, 用种种无赖的办法, 对付国际秩序。 那就要清清楚楚, 将之间露出来中共说美国没安全感。 但中共至今还牢牢地管住国内的各方面, 没有透明度, 没有言论自由, 没有信息的自由流通, 这说明最大的不安全感, 正来自中共政权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 写的灭力 为何总是什么原因 人启发行伤工具禁定, 有关于心理灾与流通,